来到2月15号星期六 欢迎收看新闻产现报 我是凯旋 国内今天在新增两种武汉肺炎确诊病例 第一位是曾经到泰国的27岁中国籍男商人 另一名是嫁到本地的32岁中国籍女子 她曾在武汉肺炎疫情爆发期间去中国探访家人 卫生部长拿督斯里祖籍菲里阿末 今早出席地沙阿曼国小派送戳手夜活动后说 确诊男子是在2月1号入境我国 但在2月12号去了泰国后 在隔日返回大马时出现症状 另一名女子则曾经在1月22号至30号去中国 随着新增的两种确诊病例 我国至今累计病例高达21种 当中15人为中国公民 6人为大马公民 她也说确诊男子是一名中国籍商人 她从黑木山马太边境国际陆路关卡入境我国 当局透过体温检测器发现她有武汉肺炎症状 而女子则是出现喉咙痛的症状 此外 朱基菲里阿末强调 我国没有必要封锁国际游客 以及禁止中国人入境我国 因为中国湖北省和武汉市等武汉肺炎重灾区 早在1月23号就宣布封城 因此我国只需要在国际入境处对中国入境者进行筛检 另外针对新加坡卫生部首席科学家陈竹权博士建议 武汉肺炎病毒一般在摄氏30度或湿度80%以上 不会存活太久 高热可以杀死相关病毒的建议 卫生部副部长李文才就说 在我国如果在太阳底下肯定是超过摄氏30度 如果不开冷气 周边的温度也高过摄氏26或27度 相信此举会对武汉肺炎繁殖产生影响 只是目前还没有到禁止使用冷气的地步 此外 李文才指出 针对武汉肺炎治疗 政府也使用抗艾滋病毒的药物进行医治 但依然需要等待中国提供更多数据 证明这些药物是否有疗效 他说 我国其中一名比较严重的患者 也是使用抗艾滋病药物后痊愈 但究竟是这药物治疗或自然复原 依然需要等待研究 武汉肺炎疫情爆发 全国各地闹口罩黄 网上就流传 只要把口罩放在太阳底下晒 或放进微波炉翻热 就可以重复使用 让人半信半疑 但卫生部疾病控制组研究员 旺诺莱尼今天就解开这个疑惑 答案是 不能 诺莱尼解释 普遍上所有口罩都会特别注明 是一次性使用 口罩在使用后就必须妥善处理和丢弃 这么做主要是为了避免细菌滋生和传播 绝对不能重复使用 诺莱尼今天在斯特亚大学主办的 武汉肺炎健康卫生讲座说 口罩可以重复使用是非常错误的观念 希望民众不要轻信谣言 一切消息以卫生部宣布的为准 镜头转向沙安然 日前面子书流传一名好心男子 独自带着肥皂和道具 默默徒手清洗儿童游乐场的所有设施 这项举动获得许多网民的赞许的同时 也引来他人的嘲笑和责骂 而男子如今证实 来自五级日落洞 男子接受本报访问时乐观说到 就算被人责骂 嘲笑也无所谓 他只希望自己的小小举动 可以保护孩子们的健康 免受武汉肺炎的感染 毕竟所有孩子们都是国家重要的资产 他强调社区的清洁是非常重要 人人都不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应该认清现实而照顾社区的清洁 接下来关注世界各地武汉肺炎疫情进展 日本可能是继中国后爆发大规模疫情的国家 由于该国的武汉肺炎确诊病例不断攀升 昨天一天内就暴增8宗确诊个案 从北到南都有人感染 令人担心日本会有隐形爆发 世界卫生组织也就此提出警告 日本最近接连出现多名武汉肺炎确诊者 接与回国侨民及发生大规模爆发的 邮轮钻石公主号无关 当局目前积极追查感染源头 有专家说 新一批感染个案反映出第三代 或以上人传人的感染可能性很高 疫情可能已经进入新阶段 早前停靠在衡并港的 钻石公主号有218人确诊 日本境内目前已有42例确诊病例 死亡人数为1人 把镜头转向美国 武汉肺炎闹得人心惶惶 患者绝大部分集中在中国 境外也以亚洲国家为大宗 因此对亚裔族群的负面印象 开始在西方国家浮现 就在美国从纽约到新墨西哥 都频传针对亚裔族群的启示 霸凌和攻击事件 包括有亚裔学生遭殴打 以及发送假讯息 要民众不要到特定地点消费 洛杉矶就有一名亚裔美籍学生 因为被认为身上带有病毒 遭殴打重伤入院 而中国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 周五接受专访时说 武汉肺炎疫情给中国带来挑战 但一些国家反应过度 引发不必要的恐慌 他希望美国方面 在继续防范疫情的前提下 尊重世界卫生组织提出的建议 不要采取不必要的贸易和人员限制 武汉肺炎目前全球已达 67097例确诊 1526例死亡 但在中国 累计报告确诊病例是 66492例 1523人死亡 而埃及卫生部宣布 境内出现首例武汉肺炎确诊病例 成为非洲首例 这名患者虽然带有病毒 但没有出现任何症状 虽然埃及卫生部并没有点名 这名病患的国籍 只说不是埃及人 但多家媒体已经确认患者是中国人 目前情况稳定 网上最近疯传 移民局官员到黑风洞展开取缔行动时 疑似遭50名来自黑风洞新都庙委员 侮辱急驱干的视频 引起大批网民关注 但警方今天就指出 并没有接获相关投报 而移民局也会在今天针对此事 前往警局报案 而麦警局主任阿里非助理总监指出 移民局确实在昨天晚上10点半到俄麦地区展开取缔行动 但警方至今没有接获任何骚乱或袭击公务员的投报 无论如何 警方会持续关注此事 收集情报和展开调查 他也促请网民不要散播任何未经证实的假消息 以免激起种族情绪 而移民局总监拿督英德拉凯鲁则通过文告进一步解释 该局官员昨晚的确面对挑衅 但选择离开现场 理由是为前线人员着想 不想他们在执勤时遭遇任何不愉快的事情 他说移民局严重看待这个问题 并将在今天到警局报案 换个焦点 俄罗斯和中欧美女为了赚钱 来大马当企业总会高级陪坐女郎 单单陪酒 每小时收费400令吉 整晚则收费1200令吉 如有酒客亦游未尽 想要将他们带出外共度春宵 价钱则需要另外私下洽谈 五级阿曼反商风化速赌及私会党取缔组 今天凌晨 到龙市的TREK 一间双层夜总会展开取缔行动 逮捕28名本地及外籍男女 包括18名来自欧洲的卖淫女郎 这间叶总会在其他单靠亚洲面孔 抢贪的同行之中 以欧洲美女这一招杀出重围 生意之望可说一房难求 包厢的小房和大房 每晚可分别收取5000令吉 以及12000令吉的酒水钱 首相间待教育部长马哈迪 热钱第一次与教育部官员开会时 就传出他有意重启英语教数理政策后 引起热议 今天马哈迪就强调 他个人没有权利落实这项政策 一切都要交由内阁决定和通过 预计在明年才有定案 马哈迪指出 当初他只告诉官员这件事 没有对外公布 但消息不懂怎么样泄露 让外界以为他已经做出这项决定 马哈迪说如果恢复英语教数理 教育系统将会更改 由专家准备课程 由教师领导学生 教师本身也能从中学习 另一方面教育部副部长张念群指出 从今年开始 大学预科班 师范学院以及国立大专院校 将统一通过线上大学招生系统进行招生 以避免出现重叠招生 以及浪费名额的现象 他说 往年大学预科班 师范学院以及国立大专院校分开招生 结果很多大马教育文凭毕业生 接到两个或者三个录取名额 导致一些名额出现浪费的现象 而这个统一招生系统将会让更多学生有机会深造 武汉肺炎疫情扩散 今年的柔佛古庙众神圣驾巡游圣会缩小规模 但依然阻止不了数以千计善信到场参与的性质 让原本预计两小时内完成的巡游 最后超时完成 新闻的最后就让我们回顾昨晚现场的热闹画面 我是凯旋 晚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